社区消息 西来寺的住持惠东法师一行人 昨天下午是期待了感谢函 还有捐款到洛县警局 感谢远景协助书运农历春节期间的潮山人潮 以及对社区治安的维护 洛县警局局长麦唐诺 感谢西来寺的慷慨捐款 并且表示这笔款项将用于 培训想要从事警察工作的青年 西来寺住持惠东法师协同监院满光法师 及佛光出版社执行长妙希法师 在洛县警局华人顾问杜惠丽律师的陪同下 拜会洛县警局 农历新年期间 西来寺出现20万人次潮山车潮与人潮 为避免交通堵塞 洛县警察局发动逾百名的后备警察 义警及实习青年团 针对义塞车的路段进行交通疏导与管制 我们希望一方面把我们社区里面 对于警官们对社区的保护作为感谢 另外寺院也代表我们的社区来做一些 做一些donation 洛县警局局长麦唐诺表示 警察局与西来寺多年来一直维系着良好关系 他感谢西来寺的慷慨捐款 这笔款项将用于培训有志于从事警察工作的青年 他也表示警察局的任务是服务大众保护社区 并希望将来与南加华裔社区建立合作关系 都感谢西来自你